哈囉,我是艾德森 今天在廣島的第二天 然後要跟大學的一個學妹 在廣島大學念書 她要帶我出去玩 她要帶我去尾道市 所以我現在要去車站跟她匯合 準備搭火車囉 我們現在到尾道了 然後我要來介紹這次的導遊 嗨 小慧 好久不見 嗨 好尷尬 不知道講什麼 剛到尾道看到這裡覺得很像基隆 大家這樣覺得嗎 這個港口很像基隆 這裡是尾道的港口 是基隆港 是基隆港 這裡真的很有基隆的感覺 但是很漂亮啊 就是 沒有說不好 就是 完蛋 不知道怎麼講 沒有要貶低基隆的意思 但就是 一樣的感覺 然後一樣的漂亮這樣子 哈哈 他要說錯話 他要說錯話 等一下被基隆人打 等一下被黃思涵打 哈哈哈哈 那我們現在要先去哪裡 你說我們現在要先去哪裡 爬山 爬山 藍車 我們要去坐藍車 好喜歡這裡的 這裡好幸福 對啊 尾道 尾道拉麵 尾道 尾道陽春麵 哈哈哈 你台灣要來基隆吃陽春麵 越來越台了 我也是這樣子 我也是這樣子 就是很隨性 突然看到一個 看起來很好吃的 叫什麼 就是 蛋然後拿去炸的一個東西 外面好像有漬 外面好像 外面是用魚漿包起來的 所以應該會蠻好吃的 而且他的蛋 他是說他們醃了一整個晚上之後 再來炸的 對啊 來吃吃看 給大家看他就是 外面是魚漿 然後裡面是 包半熟蛋 算半熟 對 半熟蛋 糖心蛋 糖心蛋 對他叫糖心蛋 突然想不起來 你知道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糖心蛋 然後外面用魚漿包起來 去炸了 蠻好吃的 他不會太鹹 讚讚讚 好我們現在準備搭籃車 上去那個千光寺 對 因為基隆也有那個基隆山可以這樣爬上來 或是那個茶壺山有沒有 很硬要想要接到基隆去 都很漂亮啦 茶壺山那邊爬上去看也很漂亮 就是可以往九份那邊看 這邊真的蠻香小的,沒什麼大樓 房子都是那種古老的樣式 我們剛走來的路邊都是古老樣式 對阿,就是那種 剛剛那個可以出來右邊 他們的屋子都是那種磚畫 就是屋頂都是那種磚畫 我們剛剛去完千光寺了 然後因為那個是寺廟不能在裡面錄影 所以沒有畫面可以給大家看 那簡單的他就是一個可以殘敗的寺廟口堂 上面的風景也還不錯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他旁邊有一個叫貓之細道 Nekonono Somiji 聽說會有很多貓在這裡出現 但是有很多人說來這裡其實一直都看不到 就只能看運氣啦 108隻 他是指那個浮屍嗎 那個裝飾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這個會比本人貓還多 OMG 會比真貓還要多 這邊的店都很那個 很有文青風格耶 那隻真的很像耶 那個角度 好像是我們剛剛坐車上來的 對啊,我們就快走回去了 然後 真的一隻貓都沒看到 根本沒有什麼野貓 不像猴童貓村還比較多 只有被捲養 對啊,我們只有看到那種 就是被店家 牽著繩子養起來的 然後附廠費一個人要300塊 覺得有點不人道耶 結果我們一隻野貓都沒看到 就這樣結束了 結束了這座山的行程 不過再來我們要去吃好吃的拉麵囉 我們來找一下賣偉盜拉麵的店 叫Future 然後 Menu長這樣 聽說偉盜拉麵很像洋春麵的味道 那我很期待 這個看起來很不洋春麵 這個看起來很不洋春麵 這就是偉盜拉麵 然後其實聞湯頭 真的有一種很像洋春麵的味道 然後再看看這個肉燥 根本就是洋春麵啦 不然我越來越期待 唉唷 好香喔 真的假的 很台灣會耶 那種肉燥 我們剛剛吃完偉盜拉麵了 那這次換小慧來講一下感想好了 7.5分 但很像洋春麵 這真的還蠻像洋春麵的 對 真的蠻像洋春麵的 它上面那一層太油了啦 對啊 但是把油拌一拌之後 味道才會比較像洋春麵 是還不錯吃啦 但吃到後面有點甜 對 不愧是日本拉麵 好 那我們現在要幹嘛 飯後甜點 今天行程可能就一直吃一直吃 好心虛 飯後甜點不會啊 飯後甜點可以的 我們現在來吃飯後甜點 先說這是味道很有名的可麗餅店 它的 它主要是水果的口味 但是它會把它排得很像花一樣很漂亮 那我們就期待一下吧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剛剛買的可麗餅 它的特色就是會把水果開成花的樣子 超漂亮的 尤其像它這個草莓 看起來超像玫瑰花的耶 這是兩杯草莓 對啊 很美耶 然後我點的是 超重要 我點的是什麼 哈蜜瓜 哈蜜瓜跟橘子 不是因為我突然想說要講梅隆 可是想說講梅隆會不會大家聽不懂 哈蜜瓜跟橘子 Melon 對 超漂亮的吧 那我們來吃吃看囉 穿可麗餅了 再 繼續吃 布丁 繼續吃 今天那個味道 就是一直吃耶 美食之旅 美食之旅 剛剛可麗餅我們排了大概 30分鐘有吧 應該有 對啊 30分鐘以上 然後現在我們要去吃了布丁 天啊好像也要排這位耶 但今天這比較快 但布丁應該比較快啦 吧 好 我們買完 味道布丁了 這裡 我買的是原味的 然後小慧買的是橘子口味的 它還有附它的醬料是用一個很可愛的魚 的形狀裝的 超可愛的 然後 剛剛其實也沒有排很久 因為畢竟這個都是做好的 其實是蠻快的 然後我們現在在海旁邊的咖啡廳 耍廢中很chill的行程 對 給大家看一下海 愜意吧 其實有一種很像來到美國園馬頭的錯覺 或是雞龍 哈哈哈哈 先來吃一口原味的 很紮實耶 很紮實 很紮實 可以理解它排隊的原因嗎 可以 我要再加醬料試試看 它是 類似果糖 不是 真的知道 不要跑一根 這麼神奇 直接全家買是 10多次 試試看 真的耶 突然變得很像起司蛋糕耶 怎麼會這樣 嗯 嗯 很好吃耶 這醬是不是其實有一點點酸酸的 嗯 這個醬有點酸酸的 所以會解膩一點 喝完咖啡也傷完了 現在要回去洗澡囉 嗯 等等怎麼會在計程車上 總尾道回西條的路線是這個樣子 需要在密騎這個地方換車 但是我們不小心換錯車 結果就達到了這樣的路線 在電車上通常會廣播目的地 我們還在笑它的英文發音跟日文發音差很多很好笑 日文發音是這樣的 結果它的英文發音就變成 我們一直在笑它的 發音很中二 卻仍然沒有發現搭錯方向了 甚至還在車上睡得非常安穩 一直到預計抵達時間時 並且周圍的景色越來越鄉下 我發現居然還沒到再開始覺得奇怪 看了Google Maps之後才發現真的做錯車了 電車剛好抵達安逸京這個車站 沒想到這邊超級荒涼 我的心也跟著涼了一半 查了一下Google Maps 最快的公共運輸工具 居然沒有公車 只能搭電車往回到三元市 再轉成我們本來應該搭的路線 但如果這樣做 居然還要再花兩個小時才能回到西條 到的時候已經八點多了 而且還沒吃晚餐 看來最快的方法只能搭計程車了 而且也要半小時以上 上網估計一下 大概要花六千日幣真的很貴 但剛好看到一輛計程車往車站開過來 我馬上跟小慧說 也許這是今天唯一一輛計程車了 我們馬上衝出車站 然後問司機可不可以帶我們回西條 於是就是你們現在看到這樣的畫面了 那既然都花這麼多錢搭車了 總不能再睡覺了吧 要好好看看車外的風景 雖然最後花了五千七百日元 但至少還有看到漂亮的夕陽呢 經過一番波折我們回來西條了 然後小朋友帶我來 酒帳通是嗎 來喝酒 小小氣這樣子 西條酒帳老街就是它這裡有很多的造酒廠 然後他們都會賣自己自家特色的酒 所以這邊也有一個小小的叫雅黛木 就是它有很多小小的聚酒店 那我們現在去找要吃的店囉 又要吃了 又要吃了 今天一整天都愛吃沒有錯 今天就是一個 Gurume Gurume旅程這樣子 HELLO我們也吃飽喝足了 而且還喝到很好喝的日本酒 今天謝謝小慧 謝謝小慧 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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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他幫忙安排的今天 沒什麼安排的 謝謝 就是很耍廢的一天 但是很放鬆啊 真的真的 這就是旅遊的目的啊 沒錯 好啦 那我們下期見 掰掰 掰掰 來 裝個不封閉 我們下期見 很久不期待 阿樂 來 家人 你們 吃杯 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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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